今天我们来制作一款 莓果香草口味的蘑菇造型的甜点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成品图 在制作一个产品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产品的组成部分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款甜点的切面图 它分别是由巧克力比斯基作为饼底 夹心是双莓果酱 搭配马斯卡棚香草奶油作为慕斯主体 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上面是一个蘑菇盖的造型 下面是一个蘑菇腿的造型 为了让它更结实 这里边会用到巧克力脆壳和巧克力片 作为固定和承重 最后表面装是淋面 筛上椰绒 放在我们的苏粒里边 做出一款蘑菇的造型来 好 那我们也开始进行制作 首先进行双莓果酱的制作 大家看一下这是配方 首先我们把称好重量的NH果胶粉和砂糖 摇匀 放到一旁备用 然后在平底锅中加入称好重量的果容 砂糖 称好重量的糖浆 然后开动电磁炉 小火加热 加热的过程中 所有材料受热融化 并且融合在一起 当煮开的时候我们加入新鲜的草莓颗粒 继续加热 温度用的是小火 这个过程是给草莓有一个脱水的过程 继续煮开约一分钟左右 我们再向里面加入之前摇匀的果胶粉的部分 再次混合小火煮开 约一到两分钟 让植物胶 也就是NH果胶粉完全的融化在果酱里 然后我们把电磁炉关掉 拿到一旁 取出准备好的蘑菇造型的模具 分别是蘑菇腿的造型和夹心的模具 把我们做好的夹心用勺子放到里面去 蘑菇腿里面大约倒入三分之一满 半球模具里面倒入全满 然后把它放入冰箱 完全冷冻 动硬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苏力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这是配方 取出称好重量的杏仁粉 也就是扁桃仁粉 加入称好重量的面粉 再加入称好重量的黄糖 称好重量的可可粉 称好重量的黄油 所有材料混合一起 用刮刀把它们搅拌在一起 最后拌匀的状态是 颜色均一 没有大的颗粒 但是能够看到砂糖的颗粒在里面 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然后我们把苏力放在烤盘上 用巧克力提形铲 进一步把它切碎 然后取过切木组 把苏力围在切木组的外侧 称为月牙的形状 它一会儿需要搭配蘑菇腿来使用 像这样我们准备三个 然后表面筛糖粉 放入烤箱进行烘烤 好时间过去之后 我们把烤好的苏力取出来 放到一旁晾凉备用 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巧克力比斯基的制作 大家看一下这是配方 取过来操作盆 我们在操作盆中加入称好重量的黄油 黄油要提前室温软化 然后再加入称好重量的糖粉 糖粉要过筛 把这两个材料用刮刀混合拌在一起 拌的过程中要经常的刮底刮边 搅拌均匀 没有颗粒 这个时候我们向里面加入称好重量的蛋黄 为了更好拌匀 所以蛋黄我们可以分次加入 每加入一次 完全拌匀 然后我们再加入剩下的蛋黄 最终搅拌的状态是颜色均匀 没有颗粒 成为膏状 第二次加入蛋黄 然后再次用刮刀混合拌匀 在这里面也提示大家 如果做的多的话 可以选择用打蛋器来操作 我们把蛋黄 黄油 糖粉的部分拌匀之后 大家看一下 这是拌匀之后的状态 然后拿到一旁 备用 接下来取出配方中称好重量的巧克力 然后用微波炉加热成为液态 再把巧克力加到之前准备好的面糊里面去 加入之后 然后用刮刀 把所有材料混合拌在一起 搅拌到颜色均匀 无颗粒 细腻 这就搅拌均匀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拌匀之后的状态 然后我们再向里边加入称好重量的粉状材料 分别是低筋面粉和可可粉 粉状材料也需要过筛 然后再次用刮刀混合拌匀 搅拌的过程中 需要经常刮地刮便 拌匀之后放到一旁备用 举出配方中称好重量的蛋白 然后向里边 分次加糖的方式 把蛋白打发到湿性发泡八成 每加入一次砂糖 间隔大概十秒钟左右 再加入下一次砂糖 这样我们大概三到四次把砂糖完全加入 最终蛋白打发的状态是体积膨胀 能够形成小弯钩不流动 这样的状态就打好了 然后把蛋白分两次加入到我们的面糊里面去 先取出三分之一 用刮刀划散划开 然后刮底刮边翻拌均匀 完全拌匀之后 我们再加入剩余的三分之二的蛋白 分次搅拌的目的是为了让蛋白跟面糊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同样用翻拌的手法 把蛋白和面糊部分翻拌均匀 大家看一下拌好之后的状态 然后把它倒入我们准备好的模具中 用刮刀整理凭整 整理成薄片的形状 把它放入预热好的烤箱进行烘烤 烤箱需要提前20分钟预热 好时间过去之后 我们把烤好的比斯基从烤箱里取出来 晾凉备用 我们再来制作马斯卡棚香草奶油 大家看一下这是配方 取出操作盆 在操作盆中倒入称好重量的蛋奶油 加入称好重量的香草精 这里边香草精也可以换成香草夹 然后电磁炉消耗加热 边加热边用刮刀搅拌 大家看一下把它煮热 由水蒸气产生 并且有少许的气泡产生 这个时候我们关掉电磁炉 向里面加入称好重量的白巧克力 余温会把白巧克力完全融化掉 我们继续用刮刀搅拌 让所有材料融合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这是搅拌均匀之后的状态 然后我们在操作盆中 加入称好重量的马斯卡棚 然后再加入另外一份蛋奶油 用少量分次加入的方式 把蛋奶油和马斯卡棚混合均匀 每加入一次完全搅匀 再加入下一次 这样少量分次 我们把蛋奶油和马斯卡棚完全融合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 这是搅拌均匀之后的状态 然后我们取出之前的巧克力的部分 同样以少量分次加入的方式 加入到我们的马斯卡棚混合蛋奶油中 每加入一次完全搅匀 再加入下一次 把所有材料混合在一起 用蛋筹子搅拌均匀 然后放入冰箱 完全冷却 为了防止穿味 我们需要把奶油表面贴上保鲜膜 以贴面封膜的方式放入冰箱 时间过去 我们取出完全冷却的淡奶油 然后用打烂器 快速打发 一直打发到它像浓稠的酸奶状 也就是我们常熟的 奶油是七分发的状态 把它拿到一旁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 慕斯的组装 取出冻好的半球夹心 然后在模具中挤入一半的 马斯卡房香草奶油 再像里面加入我们准备好的 双莓夹心 浸到我们的奶油中 再用香草奶油 覆盖上夹心 挤满一层 然后用抹刀 把表面 整理平整 这样把它放入冰箱 完全冷冻 冻硬 这是一个蘑菇盖 组装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 蘑菇腿组装的过程 取出 烤好并且晾凉的 巧克力比斯基 用切模组 切下蛋糕圆片 大小要别 模具小一圈 然后 在模具中 取出我们 动好的 蘑菇腿的夹心 放到一旁 把做好的 马斯卡房香草奶油 挤入 蘑菇腿的模具中 挤入二分之一满 然后把夹心 塞到我们的 蘑菇腿模具中 浸到我们的 马斯卡房香草奶油里 然后再次挤入 我们的 马斯卡房香草奶油 覆盖夹心 再把做好的 巧克力比斯基蛋糕 浸到 马斯卡房香草奶油里 用刮刀 把表面 抹平着 把它放入冰箱 完全冷冻 冻硬 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 巧克力脆壳的制作 取出配方中 称好重量的 白巧克力和可可纸 把它们两个 各自用微波炉融化掉 然后再把融化的可可纸 加入到白巧克力里 再加入称好重量的 葡萄籽油 它们的作用在里面 是吸食巧克力的作用 防止巧克力脆壳太厚 用刮刀 把它们完全搬匀 大家看一下 搬匀的状态 然后取出我们 动硬的蘑菇腿 脱模 放在烤盘上备用 再拿过来我们做好的 巧克力脆壳 用竹签 扎在蘑菇腿上 把它完全进入在 我们的脆壳中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 固定蘑菇腿的形作 让它有一定的支撑力 取过来蘑菇腿 放到一旁 像这样我们做完三个 然后我们取过少许的可可粉 在蘑菇腿的底部 刷上可可粉 做出颜色的渐变 让它看起来像是 刚从土里中生长出来的一样 这个过程尽量动作迅速 在巧克力脆壳还没有干的时候 可以划上去 能够显出蘑菇腿的生长纹理 看起来更鼻针一些 大家看一下 像这样我们把三个蘑菇腿 都做出这样的形状 把它放到一旁 接下来我们再来制作支撑蘑菇盖的巧克力原片 大家看一下这是准备好的白巧克力 然后我们把白巧克力 用微波炉融化成液态 再像里面加入一些没有融化的巧克力 用刮刀不停地搅拌 这个时候整体原料的温度会降低 我们持续搅拌 一直到它整体温度降到29到31度之间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拿掉温度计就可以使用了 这是一个种子调温法的过程 取过来蘑菇盖的模具 用到切模组 比蘑菇盖小一全的切模组 放到一旁 然后把调过温的巧克力 倒在玻璃纸上 用曲边抹刀抹平 待它快干的时候 提起玻璃纸放到一旁 然后取过我们准备好的圆形切木组 在上面刻出圆片 像这样的圆片 我们至少需要准备三个 它是作为衔接蘑菇腿和蘑菇盖 承重来使用的 我们再来制作 红宝石闪亮里面 首先取出配方中 称好重量的吉利丁粉 然后加入称好重量的水 水是吉利丁粉的五倍 混合到一起之后 用刮刀把它们搅三搅匀 然后放到一旁静止备用 称好重量的葡萄汤姜 以及称好重量的砂糖 把它们混合在一起之后 然后我们用电磁炉 中小火加热 2000的功率我用到的是600瓦 加热的过程中 我们用刮刀刮底刮边 并且不停地搅拌 随着温度的升高 葡萄汤姜会变软 砂糖会融化 所有材料会融合在一起 最终的状态是煮开 好煮开之后 我们把它放到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取出准备好的凉杯 在凉杯里面 我们加入称好重量的白巧克力 然后再把煮开的部分 倒入在巧克力里 余温会把白巧克力融化掉 这个过程中 我们用刮刀不停地搅拌 让巧克力融化在泥面里 然后我们取出之前准备好的吉利丁块 它现在已经凝固成高冻状 再加入到我们的泥面部分里面 同样 余温也可以把我们的吉利丁块 完全融化 融化掉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向里面加入我们的色粉 在这里面提示大家 色粉用到的是PCB水溶性色粉 再加入可使用的金色扇粉 然后把均质机倾斜进入到泥面里面 开通电源打开包线 用慢速开通机器 边搅打边转动刀头 上下左右的晃动在泥面里面 这个时候会看到红色的颜色会在泥面里运开 通过慢快这样的节奏 我们把泥面进行一个均质乳化消泡的过程 制作方法和之前的几个泥面制作方法是一样的 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均质好之后的红色泥面 细腻光泽 有流动性 然后我们把红色的里面放到一旁备用 里面的使用温度是25-30度 我们取过来做好的蘑菇腿 用旋转的方式把竹签取掉 并且把它放在网盘上 再取出小刀 用火腔加热 把蘑菇腿的表面烫一下 表面的巧克力会融化掉 然后我们取出之前做好的巧克力圆片 盖在蘑菇腿的上方 注意要在中心点 再从冰箱里取出 冻好的蘑菇盖的慕斯 放在巧克力圆片上 取过来做好的深红色的泥面 我们淋在我们的蘑菇慕斯上 淋完之后 马上在上面筛一些椰绒 这样的话椰绒可以均匀地分布在 里面的表面 做出蘑菇表面的装饰 稍微静止 里面不往下流的时候 我们把它从网盘上取下来 放到我们之前准备好的 苏力中 稍微解冻一下 然后我们用小刀子在表面切出缺口 这样让蘑菇看起来更逼真一些 切缺口的时候 动作尽量轻柔 那这样我们的蘑菇慕斯就制作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这是它的成品图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课程 一 制作苏力时选择的砂糖是粗的黄砂糖 这样口感更好 二 马斯卡旁香草奶油在打发的时候 需要完全冷却才能够打发 基本上在冷藏里面最好是隔夜存放 三 蘑菇腿上的巧克力脆壳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固定形状 增加它的支撑力 四 蘑菇腿上面的小圆片 是为了支撑蘑菇盖来使用 五 最后的整体造型 蘑菇可以适当地倾斜点角度 这样看起来更生动一些 但是不要太大 注意重心要平衡 最后 它的保存方式是冷藏存放 二到四度之间 它的保鲜期是三天